近日,浙江杭州的文徽中学发布了一条新规 从本学期开始,每个班只能建一个由班主任管理的家长微信群 以发布重要通知不止终点事项为主 减少对个别学生的评价内容 并且不需要家长在群里排队点赞或者交流 如果有工作需要,提倡老师在工作时间内 与家长一对一电话、家长到校约谈或教师家访的形式交流 目前该项措施已经实施了一个多月 得到了众多家长和班主任的支持 如果班主任发一个通知,很多点赞,把消息都覆盖掉了 那本身其他想看的人可能也看不到了 我觉得这样的话,起码大多数人都能看到消息 偶尔有几个人,他正好比较感性的人去点几个赞 我觉得也是认可的 我觉得可以更好地保护他们的隐私 可以让这种显板或者说其他的这种要拍马屁的这种家长 可以会更加会收敛一点 把更多的这个内容的孩子的学习情况的一些反应的话 实际上是对孩子饮食的一种泄露 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家长回复当中,班主任也要有这个时间去看,去处理 除了减少交流和对个别学生的评价之外 该项措施还规定,只能由班主任建立一个群 其他学科老师不能另外建群 除此之外,也明确规定了微信群的互动时间 为早上7点和晚上9点之间 过早和过晚都不宜在群内发布消息 对此,杭州文会中学校长姚奇祥表示 教育本身是一件很单纯的事情 家长和老师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教育好学生 如今,规范微信群的管理 不仅让老师和家长沟通起来更加方便 也给老师和家长减轻了很多负担 其实所谓的老师姐夫更多的也是跟家长姐夫 使得我们教师,我们学校跟家长的教育更正常 更常怠 以前的话,老师在家长学年 把一些相关的要求 要比较注意自己的用试 那么老师也可能也要准备这些思考 那么家长的话呢,要恒复老师的话 可能他也要恒复思考 到底是对老师怎样一个表态 怎样一个表处 那这些事情在教育当中 在教育当中我觉得没有必要 这个事情,这点时间的话 老师去看看书,搞搞业务 家长的话都关心关心还是,就可以了